经济池圆海地的脚步并没有因为快过年了而停下来 而是步步踏实坐 海地震灾团将于海地当地时间2月10号一大早 在圣玛丽教堂进行在海地的第三场发放 预计将会发放500户2500人 后天也会在神之恩典教会进行第四场的发放 目前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当地的台商刘俊谋 他不但提供了自家工厂的仓库来当仓储和分装 还有10名的员工也一起发新加入分装行列 35度的高温是海地的冬天 顶着澳热的艳阳 刺激海地震灾团的志工们 特地来到11日要发放的神之恩典教会 实地勘察场地规划发放奉献 然后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帐篷里面 就是每一棵都睡在泥土泥巴上面 所以我们是给那个 试教部 所以可以至少他们铺在地上 不要睡那个 而且那个是隔水的 除了发放动线之外 志工们更卯足全境 一鼓作气 将3400个水桶 送上45尺的大货柜 加入赠灾行列的 还有海地的台商刘俊谋 不但提供自家位于太子港的仓库 给慈激存放物资 更出动了10名海地员工 加入物资分装的行列 25磅的大米 10磅的红豆 两套环保餐具 和用来遮风挡雨的塑胶布 志工们将在2月11日 海地大地震 借满一个月的前一天 亲手献给1700户 近7000位的灾民 大一新闻范婷成良 海地的采访报导 海地的采访报导